Hello,我是Frank,今天咱们来到80课,I must go to the 后面随便你家地方,可以是肉铺,也可以是澡堂子 然后前面这个must,我们应该非常熟了,必须的,还记得这个词吧 就是有些词呢,你一看到它,就能想到一个声音,这是最好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联想记忆法 比如我们一提到有什么,桌子上有什么,地上有什么,马上想到there be 我们要多建立这种条件反射 然后轮到自己说英语的时候呢,就可以快速的把它调用出来 好,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节课刚学过的单词 第一个list,这表示清单,单子 然后第二个呢,咱们竖着看啊,money,这词表示钱的意思 money,有一首歌,为啥上节课也是唱到这个歌了呢 因为我脑海中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画面啊 我大学的时候看一个电视剧,美剧,叫越狱 这几个人从建一旅逃出来之后,然后有一个人就开车去了丹佛 为啥去那呢,因为当时他们有个狱友啊 说把600万美金埋在了丹佛的一个房子底下 然后他就开车到那找钱去了 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开着一辆敞篷车 然后风吹动头发,然后这车的收音机里呢 非常应景的来了这么一句money 这个场景让我记忆非常深刻啊 money表示钱的意思 好,下面一个词potato 这个是土豆啊,一会儿那星红柿在后面呢 好,接下来一个shopping,这表示购物,雪拼 是个名词啊 再来一个tomato,也叫tomato 这是一个美音一个音音啊 这才是西红柿啊 杂人的时候扔的是西红柿 不是土豆 土豆太硬了啊,容易脑震荡 好,最后一个vegetable 这词表示蔬菜的意思 好,接下来呢 咱们要复习一个上节课讲到的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这个must跟need它俩的区别 must咱们刚才说了 标题里出现了啊 表示必须的啊 表示应当和必须 来看三句话 这三句话不是随便给的啊 第一句话是个陈述句 第二句话是它的否定形式 第三句话呢 是must的疑问形式 首先来看第一句 我得去一趟杂货店 I must go to the grocer's 接着第二句 否定形式呢 直接在must后面加上not 然后把它给缩写起来 就是must you mustn't make a noise 你不该弄出噪音来 接着第三句 变成了提问的形式啊 把must提到句子的首位 must I call the doctor 我必须请大夫吗 好,must很简单 因为之前已经学过一遍了啊 接着呢 咱们再来说这个need need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 当它做助动词的时候 这种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用在疑问句 跟否定句当中 助动词嘛 肯定是这句话里 除了它之外 还有一个正经的动词 那么这个助动词 它的存在的意义呢 就是原来那个动词啊 它能力不太够 想变成疑问句 或者否定句 自己变不了 需要这个need来帮忙 比如说第一句啊 我需要约一下时间吗 那约时间是make an appointment 这个make已经是个动词了 那它要变成疑问句 就需要加上这么一个助动词 need 所以这句话呢 就应该是 need I make an appointment 这是疑问句 接着呢 否定句 你不必太匆忙 you need not hurry 这里面有not 所以说呢 是一个否定句 好 接着need 除了做助动词之外 还可以做实意动词 啥叫实意动词 上一课说过了 就是有实际意义的 我就是要表示需要 就是一个正解八百的动词了 不再当助动词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要有人称啊 担负数的变化 以及实态上的变化了 而且变成疑问句 或否定句的时候呢 现在它能力也不行了 也需要加上助动词 do 来看一句话的例子啊 我们这周需要很多东西 we need 很多大量的 a lot of things this week 再来一句 他需要一些钱 好 这里面的he 这是第三人称 所以呢 后面用单数 he needs some money 好 接下来need 作为实意动词啊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疑问句 那前面呢 我需要加一个助动词do 帮他完成这个任务啊 do you need any sugar 你需要一些糖吗 好 这是一般疑问句 也就是回答的时候 可以回答需要 或者不需要 就是是或者不是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一个特殊疑问句啊 他们这周需要什么东西 what do they need this week 好了 语法的部分呢 咱们说到这 接下来把这节课出现的几个新单词 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词 长得有点眼熟啊 这个词叫什么呢 groceries 表示食品杂货的意思 千万别弄混了啊 之前咱们那个学的叫什么呢 grocer 这个是杂货商 注意 它落在商上啊 它是个商人 卖东西的人 因为是ER结尾的嘛 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farmer 那当你想说杂货店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grocer的后面 这个人的后面呢 加个ps 谁谁谁的 其实就是省略了shop 应该是grocer's shop 那你可以简称为grocers 同时杂货店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grocery store 也就是在grocer的后面 再加一个字母y 那咱们今天学这个词呢 groceries 就是grocery的 复数形式 把这个词最后的字母y 变成了i 然后加了一个es groceries 表示食品杂货 通常这个词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 因为杂货嘛 那肯定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 它叫杂 好 说了这么多 这词该记住了啊 groceries 好 下面这个词呢 叫fruit 这词其实我们应该很熟啊 因为我们之前知道它旗下的很多东西 比如说苹果 apple banana pear之类的 那么这个词呢 就是这些水果的总称 它就叫水果 fruit 当你想说种水果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动词是什么呢 之前也提过这词啊 叫grow 种一个树 或者种一个水果 都可以用grow grow fruit 那一块水果呢 可以是a piece of fruit 来吃点水果 have some fruit 好 下面一个词呢 叫stationary 这个词之前咱们见过一个跟它长差不多的啊 就是没有这个字母y stationer 它表示文具商 跟刚才那个grocer差不多的感觉 都是字母er的组合结尾 然后呢 文具商要变成文具的话 在后边再加一个y stationary 好 再来一个词 注意啊 这个词呢 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因为现在看报纸的人不多了 这个词 别看它稍微有点长啊 但是咱们定眼一看 这个词呢 是两部分组成的 前面呢 是news 后面呢 是agent agent这个词 如果你经常看007电影的话 你会知道 这个词有特工的意思 还有什么呢 代理人 两分含义 那我们现在把news跟agent 给它合在一块 变成了一个词 那读起来的时候呢 也把它连贯一些 news agent 这个词里呢 agent取得它第一层含义 就是代理人的意思 像这些卖货的经销商 他都是代理 因为这个报纸呢 不是他写的 包括卖一些商品的啊 都是大工厂发过来 给你授权了 然后你可以去卖它 这样的人呢 你可以叫他经销商 也可以叫他零售商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词 news agent 表示报刊零售人 我再说一句啊 这个词 没有其他的单词重要 稍稍记一下就好 不要太勉强啊 这个词 因为他现在呢 出现的地方不太多 好 接下来一个词 叫chemist 这个词呢 表示药剂师 或者是化学家 两层意思 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共通的啊 配药的人呢 其实也是懂化学的人 因为这个药啊 比如说你把这个说明书拿出来啊 上面有很多化学结构式 所以说呢 这个药剂师啊 跟化学家 他俩是一件的 这个词再来读一遍 chemist 很符合咱们自然评读的发音规律啊 前面CH的字母组合 发的是 然后呢 字母E发的是 然后是 这个词的用法 跟什么butchers 包括这个grossers 用法一样 在药店 直接是 at the chemist 当然后面也可以加一个shop 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好了 单词的部分 咱们讲完了 接着呢 先给你一个书后练习题 A部分的答案 这部分要求很简单 前面给了你几句话 比如说第一句啊 I don't have any butter 我没有任何的黄油 然后根据他给咱们的示范呢 他无非就是想让咱们 把这些 don't have 跟have有关东西 全部改成 have got 这样的形式 我之前说了 have got 就等于have 那么像这种 否定形式 don't have 那很简单 就等于 haven't got 所以呢 第一句就可以变成 I haven't got much butter 同时呢 你要注意一点 这里面的much 就没有必要再改成any了 因为书上给我们的例子 就是这样的 前面呢 用的是any 后面用的是much 或者是many 为的就是让我们体会一下 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和联系 那为什么现在这种否定句当中 我们可以用much跟many呢 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 我没有太多的黄油 但是我有挖起码 对吧 如果我写称 I haven't got anybody 的话 就是我一点都没有了 好 后面的2345 同样的道理 都是把练习当中的 you don't have 或者是we don't have she doesn't have 给它改成 you haven't got 包括we haven't got she hasn't got 然后后面用的一律都是many 和much 根据后面这个单词 可数还是不可数来调整 这个东西啊 一通百通 好 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来做一组口语的练习啊 跟原来一样 把这套巨型练会呢 剩下的事就都好办了 这次的巨型是这样的啊 上来就问 你有什么什么东西吗 比如说你有奶酪吗 你有香蕉吗 或者你有鸡肉吗 然后再说一句啊 我现在需要大量的奶酪 或者大量的香蕉 我现在没有多少了 我必须要去什么什么店 去买一些 下面这些所有的练习呢 都是这样一个逻辑 好 来看第一个 先来看cheese 这个词先判断是可数还是不可数啊 很明显 奶酪是不可数的 Have you got any cheese 这句话其实也就等于 Do you have any cheese 好 然后接着说啊 I need a lot of cheese 我需要很多量的这个奶酪 我要做好吃的 但是呢 我现在量不够啊 我没有太多 I haven't got much 注意 这里是不可数 所以说我们用的是much 而没有用many 好 接下来第三步说什么呢 我现在必须要去杂货店 去搞一些奶酪过来 也就是说去买奶酪 I must go to the grocer's to get some cheese 好 再来下面说香蕉啊 香蕉是肯定是可数的了 Have you got I don't have any bananas 我需要大量的香蕉 I need a lot of bananas 但是呢 我现在手头没有太多 I haven't got many 其实这句话也等于什么呢 I don't have many 好 这个咱们说好几遍了啊 好 接下来呢 I must go to the 这回咱们去哪呢 要去的是果蔬店啊 Go to the green grocer's to get some bananas 去买一些香蕉回来 好 第三组练习 这回咱们做鸡肉啊 鸡肉是不可数的 你有鸡肉吗 当然这里面的你呢 你也换成他们 或者你们 Have they got 当然单数也可以啊 比如说男的他 他有鸡肉吗 Has he got any chicken 好 接着咱们说 我有很多鸡肉 我这个二头鸡 我这个臀大鸡 不是这个鸡肉啊 那是muscle 咱们说的鸡肉呢 是真的是鸡的肉 我现在需要大量的鸡肉 很多的鸡肉 I need a lot of chicken 但是我这现在呢 没有太多 I haven't got much 因为鸡肉是不可数的嘛 所以呢 在这我们用的是much 而没有用many 好 那买鸡肉 可能到肉铺去买啊 I must go to the butcher's to get some chicken 好 再来一个练习 有信封吗 信封那个词 稍微复习一下 这里咱们学过 envelopes Have you got any envelopes I need a lot of envelopes I haven't got many 这很明显 信封呢 是一个可数名词啊 所以呢 咱们这用的是many 好 接下来咱们去哪买呢 刚才学了一个词 叫newsigent 到这个报刊零售点去买 I must go to the newsigent to get some envelopes OK 咱们这组练习呢 先做到这 因为80克呢 出现了很多 这样的小图片啊 你只需要把这个 相应的东西 先搞清楚 它是可数 还是不可数的 然后统一替换到 咱们这句型里 就OK了 什么肉馅啊 牛肉啊 包括胶水啊 杂质啊 饼干啊 果酱之类的 直接往咱们句子里 套就完事了 好 接着呢 来两道小题啊 测验测验你 首先来看这个 添什么啊 I 什么 然后go to the stationers 这词表示文具店啊 to get some envelopes 去文具店 要买一些信封 首先来看 第一个选项啊 need I need go to 好像不是很顺嘴 因为need出现的时候呢 后面我们通常加一个to I need to go to the stationers 这么整才同顺啊 那么第二个 I must go to the stationers 这个我们刚才练了半天 不就是这个话吗 对吧 那肯定就选它了 我们接着再看看第三个 为什么不行啊 I have go to 这没有这么说话的啊 你可以是 I have to go to 就是我不得不的意思 所以呢 单独一个have 不好使 好 再来练一道 I must go to 后面肯定是个店 什么店呢 我们看一下买什么嘛 左边人家看出来 这是个大牛排啊 to get some steak 去买牛排呢 肯定不能去果蔬店啊 也不能去杂货店啊 但是呢 从现今这个社会来看啊 也不排除这两个店 卖牛排的可能性啊 但是以后你遇到这种题的时候 你记住我说的话啊 千万别较真啊 你说我家楼下来菜店卖牛排啊 但是抱歉 这题呢 必须选择第一个答案 就是go to the butcher's 买牛排 咱们默认的就是去肉店 所以呢 做题啊 咱们要聪明一点 站在出题人的视角 想想他为什么要给咱们出这条题 好 再来练一个啊 I must go to 又是个地方 左边呢 是一些小药片啊 这叫阿斯比林 我们去什么地方能买到药呢 去肉店啊 这个屠夫 他可能是有药啊 但是他不一定的卖给你 那第三个答案呢 the newsagent 去这个报刊零售的地方 这老板呢 兜里可能穿两片药 但是肯定是自己留着吃的啊 不能给你 所以呢 这套题我们应该选择是中间这个第二个答案 the chemist 也就是药店 顺便再回忆一下 咱们刚才讲过这个词 chemist 这词表示药剂师的意思 同时也是化学家的意思 OK 今天这些题呢 咱们就做到这啊 一不小心 咱们学完了80课了 朋友们 我要给你点个赞 因为我觉得啊 一直以来 我能获得这么一丢丢的所谓的小成功啊 就取得了两件事 一个是专注 一个是坚持 就不管是我之前在学东西的时候 还是我现在在做东西的时候 要非常专注的去做这件事 学英语的时候 我就是专心的学习 不能说又趴着又掘着啊 这个吃饭的时候学 那个东西不对 咱们就正襟为座啊 坐在书桌旁边 拿着书或者笔记本 集中注意力 争取把听到的每一件事情 都给它放进脑子里 你不能说这个左耳朵进来 右耳朵出去啊 这个没留下任何东西在脑子里 好 另外呢 你还要做到坚持 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学英语是一件以年为单位进行的事 它绝对不是你说花一个月 三个月啊 我就成功了 这只能是在大家的睡梦当中 曾实现的事啊 你像我呢 这算起来应该也坚持了二十多年了 学英语 使用英语 讲英语 它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是 我非常享受这个东西 好 最后 希望你也跟Frank一样 喜欢上这门语言 做自由的灵魂 去看更大的世界 好了 咱们新概念一测的第二季 21到80课 到此结束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在第三季找我 OK 我是Frank 感谢你听完 我们第三季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